刚才我路过了一家这个房产中介 我对于这个房产是非常的感兴趣的 所以就看了一下大概多少钱 一般五十几平的呢 大概是在三百万人民币左右 如果是平数大的呢 一百多平的呢 也就是在四百万五百万左右 也就是说你买越大的的话 它越便宜 因为什么物业费什么都高 然后我就算了一下 我说它这个购买力能有多少呢 因为瑞典的人均工资啊 是三万 三万到四万 这是一般的一个人均工资 然后呢 房子呢 比如说我看了一个一百一十六平 那是五百八十万 如果你要是换算成中国和瑞典的这个 这个工资比较的话呢 大概瑞典的工资是中国的十倍 因为是三万嘛 中国是三千 十倍的话呢 相当于是 除以十的话 就这个购买力除以十的话 五百八十万的房子 现在又是五十八万 是非常便宜的 就好比说你一个月挣三千块钱 你想买个一百一十六平的房子 在首都 中国首都北京 五十八万人民币 就这个 这个相当于这个 这个概率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的房价 已经跟瑞典接轨了 已经达到了 这个七八万一平 首都的话 然后呢 这个工资的话呢 远远低于瑞典 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个现象 因为你的这个价位啊 应该是跟你的这个工资是匹配的 不可能说你这个 物价的涨工资不变 那就是通过膨胀了 非常的荒唐 这是个喷泉 你看看 你跟能够瑞典的生活环境比吗 北京那个埋 你看北京那个埋 对吧 埋太 这边过不去啊 我怎么能从这过去呢 我还是要回 我远那回去吧 所以啊 中国的房价简直太扯了 就这个购买力 基本上在中国相当于是个二线城市 我的家是在沈阳 相当于沈阳的那个房价 这个同等购买力的话 但是人家是这种房子啊 同志们 看到了吗 是这种硬 非常结实的房子